嗨朋友们 我现在是在杨子江路 就是十月影剧院和沙区政府中间的这一栋楼 它这边有一排好吃的 什么姚老三呀胖老汉都在这边 不过咱们今天要去那个角角上的那一家 就是五家拌米粉旁边的这一家叫杂粮敏捷面 给你的玉米糊糊 这个玉米糊糊是送的 吃饭第一件事情先洗手 其他地方吃饭都是先喝茶 这边是喝玉米糊糊 这个装潢好陕北的风格 这个敏捷面就是陕北的一种小吃 一种杂粮面 然后吃起来就特别有仪式感 一个人可以有十五个小料 然后还有一碗汤 然后这个汤呢是浇在面上吃的 然后这些料就是来拌面吃的 吃完了再加面是吧 就吃不限量 不限量 这是什么叫呀 这是什么就吃这个面的 这什么面子 豌豆面 那是麻油吗 那是麻油吗 那是给老家吃了一点 哦 哦 可以吃啊 手一点啊 哦 没事没事 我能吃辣的 我没吃 这是啥酱 芝麻酱 蒜泥 蒜泥 那个是花生是吧 对 花生 这是韭菜花 韭菜花 韭菜水一点 哦 韭菜水一样的鞋子 哦 这也还有那个鞋子 这是腌的韭菜花是吧 哦 葱花 葱花 就是拌的时候都是每样都加上一点是吗 嗯 这些是自己加 这些都是自己想吃啥的加啥 你吃这样就是加这样的 哦 那这个汤呢 浇在上面 这个汤 他吃汤的这个汤里头就在这里头 我说吃吃的 这个面是不限量的 先给我们一人上了两碗 先上来的这个是豌豆面 然后这个是玉米面 然后这个是前面那个姐姐刚给我拌的 尝一下下 敏杆是陕北的一道传统面食 面是杂粮制作的 煮面的时候把面团放在有筛孔的敏捷床上 用手一压就变成一节一节的 那个黑乎乎的酱是山西老黑酱 油呢也不是麻油 而是陕北特有的泽萌花油 这两种是干拌鸣杰面必备的佐料 这个味道好复杂呀 你想想蒜香 韭菜花 油泡辣子 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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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花都是比较有刺激的味道 那是什么面呀 负责上菜的大姐被我问蒙了 得去问个专业的 老板那五碗面都是啥面呀 黄麦面油麦面玉米面 环豆面糕料面 最多的一个人能吃几碗 十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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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今天可是饿着肚子来的 专门就为了吃一碗自助面 大家猜我今天能吃几碗 第一碗吃完了 豌豆面吃完了 第二碗该我自己DIY了 我感觉它这个扫子汤就要凉了 这个是玉米面 这是扫子面 里面是素扫子 没有肉的 还有点香菜 还有什么呀 吃扫子面还要拌什么 拌点葱花吧 其实吃扫子面是要吃蒜苗的 没有蒜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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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蒜苗 12碗 12碗 那个是芝麻酱 芝麻酱 我这次就只调一个黑酱 还有那个油 然后再来点豆子吧 这个黑酱好像要多放一点 你要不要这个黑酱 给 我比我拌的还是没有给姐姐拌的好吃 面有点 这是啥面 高凉面 看颜色有点像高凉面 敏捷面 吃法挺有趣 面的花样也挺多 可细丝 这面的定位却觉得有点尴尬 28元以为 当做便饭来吃 价位着实有点高 招待朋友的话 没有肉也没啥菜 着实有点寒酸 偶尔换个口味 吃个新鲜还是挺不错的 第四碗 我感觉四碗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它不是面有 这个杂料面有五种吗 我就很好奇 第五种是啥 我感觉这种吃面的方法 特别 特别适合社交 这两个人坐在这边 一碗一碗慢慢的调面 边聊天边谈事 边拌面 我感觉五碗就差不多 一个人五碗 好了 最后一碗 吃好了 五碗 我的战绩 请不吝点赞 我感觉五碗 我感觉五碗 其实是就会这样